新墓能源不妨去追蹤 公布完业绩后,列口弹上来 今天在高位上升过两成过外 现在暂时升到14%左右 现在是因为整体的指数,要看日暗天暂时是否记得稳 如果记得不稳,也会受累 不妨去追蹤一追蹤 等一等,如果你真的想去买,有资金在手 燃水瓶不是不可考虑的 你保守一些,或者有些耐性少少 不妨去追蹤一追蹤,然后再追蹤一追蹤 去到哪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追蹤 在110楼下,在100到100元附近的水平 看看有没有机会收集得到 如果它向下有哪个位置呢 我觉得真的要指折 因为在100楼上去到110元附近 我觉得它这个位置收集会比较好一点 而是向下公布研究绩,也会给你打穿之前的耐性 到时我觉得穿了价格的日暗 应该要看一看,离场观望就会比较好一点 你去到100到110水平之后 我觉得上网到哪个位置呢 上网到130到140 这个Range的水平 如果上网到这些市况之后 博大市也要整顾一下 向下行李的压力 这些职业股 抽完上去之后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调整一下 反而会是一个 可以去考虑吸纳的一个自己 当然啦,如果你真的很进取的话 去燃水平去入少少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买一个大市要整顾的时候 这类股其实都同样是会有一个 调整压力 还有另外一个不良的发市因素 就是内地的疫情控制的情况 刚才也说过了 因为商户的占 那个销售和零售那边 其实都是一个几重的 你住的那些 其实可能他未必去 出家吃那么多东西 你在家里煮食 那一部分 不怕会有那么多 但你overall 因为你占七成几百成 都是商户 那边停了 对他来说是 如果太长 都是会对他的业务来说 会受到一个大跌 大家要记得了 好了 暂时再说到这里 我觉得还是要看着整顾的架构 未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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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观看